近日,郭正亮遇到了大麻烦,此前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在节目落新闻猛攻角万安父亲蒋笑颜金华非闻案的女主角是张淑娟,事后遭对方控告,而随着金华非闻案持续延伤,许多人跳出来评论,不料竟惹火了周玉寇。 周玉寇公开爆料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前立委黄国昌,郭正亮,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等人的过往,其中,周玉寇开向郭正亮好好洗干净你那秃头拉,小心深圳着小姐的录像带外流。 对此,郭正亮近日上宅神朱学恒的网络节目,被网友问及是否会向周玉寇提告。 他亲自说明,大陆的影片是开会影片,且当时两岸交流热络,自己常上深圳卫视节目。 郭正亮还说,当时深圳卫视的尺度比央视宽非常多,而且当时没工作,都到对岸去上节目谈两岸关系。 谈及当年录制大陆政论节目,郭正亮说,都采取预录方式,非常严谨,原本二小时的节目要录四小时。 因而每次的行程,飞至当地都已傍晚,然后去饭店睡觉,隔天一大早去逛书店,周五十二时开始录节目,直到傍晚四十至五十,随后搭飞机回台北,强调自己怎么可能去深圳干那种事情。 随后郭正亮也于2022年9月26日的节目,中时新闻网上再次回应,为什么我不提告? 因为周玉寇讲王洪威,陈凤馨还有我是故意的,他希望我们去告他,然后这个战火就从陈时中那边跳出来,转到他那边去,我们才没那么笨。 三言两语,就把找小姐的指控打发过去,从他的学识来看,郭正亮的确不笨,不过,他的辩白有点难以理解,把一个可以解决的难题变成充满解读的吊诡,根本是疯马牛不相及。 一,郭正亮并未反驳周玉寇提出的具体是证,人证,物证和地点聚在,看起来不是空泛的乱枪打鸟。 二,郭正亮质疑周玉寇的用意,转移注意力,移动基因谋论,掩盖或否定可以查证的事实,还合理化周玉寇的无理举动。 到头来,周玉寇多少占据道德高地,郭正亮的深圳之行也不免被涂上色彩,任人想象,虽然人们无意追究找小姐的事实基础,更不认为单方面的说辞可以相信。 不幸的是,一般的常识逻辑是,郭正亮不告,便默认周玉寇指出的是事实。 在选举期间,这件事就可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话题,跟一些耸动的历史案件并列。 在感情中,郭正亮是典型的七管颜,赚的钱全部交给老婆保管。 谈到夫妻俩的理财规划,文心盈认为理财除了受个性影响外,女儿的出生也让他们的理财投资规划有了重大的改变。 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培养储蓄习习惯的文心盈谈到投资,眼中流露自信的神情。 她得意地说,在她知道钱是什么以后,就开始储蓄,每回妈妈给十元零用钱,她至少可以存下五元,年纪小小不但存钱,还养成了记账的习惯。 这样的习惯持续到现在,让她的收入储蓄率可以一直维持在50%的高水准。 文心盈不仅会存钱,个性明快,独立的她,在理财上比起郭正亮显然更有激化。 也因为我比较会理财,我和郑亮还在交往时,各自父母给的零用钱就是由我统一管理。 文心盈细腻的个性,让郭正亮放心地将家务管理的钱交给她处理。 郭正亮也表示,她完全相信文心盈的理财能力,郭正亮从来不会去管文心盈怎么用钱。 她和文心盈说,我不会花到你的一毛钱。 在郭正亮的想法中,自己赚的钱要完全拿来拼事业,而文心盈赚的部分,是要拿来保命用的。 因为,万一我落选了,家里至少会有个依靠,凡是想得精透的郭正亮,想以夫妻各自理财的方式,保障下半辈子的生活质量。 台大政治研究所硕士毕业,拿到美国耶鲁大学EMBA学位的文心盈也认同郭正亮的看法。 她开玩笑地说,只要她记得拿钱回来就好,其他,要怎么投资就随她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郭正亮的选举经费都是自己打理。 文心盈认为,也是由于两个人都太有主见,所以彼此的心态和方式就要调整,当知道一加一不会等于二十,就没有必要把两个人绑在一起。 文心盈举了一个例子,她说,郭正亮当立委两年,她才到过立法院一次,而且,还是因为要带义工去参观才去的,大家各管各的,各自管好自己负责的领域范围就好了。 文心盈认为,这也是减少夫妻之间冲突的方式之一,夫妻之间的理财要平衡,但不必要一致。 她解释,所谓的平衡就是在各自的领域里相互沟通,但不是要有一致的看法,现在很多夫妻就是不断想要求一致,才会发生冲扑。 拿投资来说,文心盈几乎不进场台湾股市,而以投资国外基金为主,但郭正亮就比较看好台湾股市。 而且她一旦投入,还会去买相关的书籍来研究。 当然,这么多年来,完全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 不过,只要一有冲突,我们就会冷静下来回到原点思考,这到底是谁的管辖范围。 文心盈对于生活中的投资管理这件事,游露出现代女性自信独立的一面。 还有,就是小女儿的诞生,改变了我们的财务规划。 说到她们的心肝宝贝,文心盈显得很满足,开始说起对女儿小翠未来的规划和期待。 文心盈解释,目前她们两个人的财务支出分配,除了50%花在三芝和罗斯福禄的购物贷款上, 很大的部分是花在替小翠买保险和投资,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更要对未来有规划和想法。 虽然,女儿长得一脸聪慧,但文心盈还是和一般父母一样,免不了替她想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替她做好一些准备。 她一出生,我们就替她买好保险了。 说起为女儿所做的考察,文心盈表情就显得有些复杂,有精明妈妈的得意在里头, 但又有着说不出的牵挂。 文心盈说,为了分散风险,分别在国外和国内的保险公司都帮女儿投保,两边都保,这样可能更有保障一些。 除此之外,她也以女儿的名义投资了一家未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 文心盈还精明地想到未来的不动产赠予问题。 她解释,他们的不动产都是采用夫妻共同持有的方式,因为一个人一年有100万元的赠予额度。 如果房子是两个人共同持有赠予的话,移动房子完全已转的时间可以缩短。 文心盈的理财可可谓是处处精明。 对于女儿未来的生活保障,郭正亮夫妇可以说是面面举到。 但文心盈认为,其实,理财观念的训练和培养,最重要是在生活的管理上。 因此,健身中心也在他们的理财规划中。 文心盈特别找了可以让小孩子参加的健身俱乐部,要让孩子通过看父母对生活有秩序的安排,建立他对自我生活安排管理的观念。 进一步,他可以知道生活和财务的管理是一脉相连的。 文心盈很坚持,理财不仅是单纯地赚钱,他显示的是一个人管理生活的智慧。 对于生活的花费,郭正亮夫妻把心思放在投资上,而不做不必要消费。 尽管两人的投资习惯和理财方向不尽相同,但文心盈一直强调,夫妻兼理财观念的平衡,永远会比一致来得重要且实际。 2016年2月20日晚间11时,郭正亮酒驾行京台北市新生北路三段玉警方路检,被一公共危险罪嫌疑送地检署。 郭正亮当时未向警方揭露身份,全程配合调查。 郭正亮酒驾当天紧低调表示自己是老师,刚参加完解试验喝了几杯,因酒测值超过0.55毫克,于是被抓。 警方表示,郭正亮在等待移送地检署时,神情落寞,话也不多。 警方针讯郭正亮两个半小时后火速移送地检署,与一般人相较,针讯速度明显快了许多。 但因为郭正亮对于酒驾一事坦诚不讳,检察官讯问后予以吃回,全案很快便侦查终结。 郭正亮于两日后受访说,当天是谢师宴,喝了点酒,车子就停在宴会楼下,所以结束后就顺道开车回家。 他坦诚做了不良的示范,也已经向警察检方表达歉意,并深深为自己的不良示范向社会大众表达歉意。 作为政治界的风云人物,郭正亮多次深陷舆论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而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要等被大众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之后才有所改变,那样就太迟了。